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巧克力肥业的孙荣健 我们巧克力在2013年开辟了化肥荒野的新品类 叫颗粒水溶肥 就是在2013年之前 你如果从百度上搜索颗粒水溶肥这个词的话 这个是零 但是今天为止你如果搜索颗粒水溶肥这个词的话 已经达到了700多万条cc以上了 这就是我们巧克力为颗粒水溶肥这个品类所做的贡献 我们巧克力从2013年开始 就是只聚焦这个单品已经到了9年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呢 巧克力也在某种程度上 也成为了颗粒水溶肥的代名词 那么我们巧克力品牌也会持续引领 我们这个颗粒水溶肥这个品类的发展 CEC首先我们要感谢CEC能够提供这么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平台 对我们中国的农资企业来说 这个我们中国的农业虽然在国际上也不算 也不算这个非常的落后 也不算非常的陷进 但是我们农资行业来说 我感觉这个行业来说 在世界各地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 我们现在就是缺少这么一个平台 帮我们这些农资企业能够推出去 CEC也是目前国内比较有权威性的这种平台之一 我们跟CEC也连续合作了很多年了 并且也被CEC评为十大优秀出口商 还有国际行业品牌 我们以后也会跟CEC一起走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世界的农化 农化的世界 CEC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